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臣 已有甲午甲子 各位这个八字他是在说他笔节很旺 可是他笔节旺 然后用煞 他会护财 以煞护财 但是他下两柱运 庚子 吉丑 就是财会透出 在这种情况下 他到底是会造成破财吗 还是以煞护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八字他的一个本质 我们看到乙庚一合 所以他天干了剩下一个甲木 那他地支 曾有一合 他剩下止水克吾 其实各位 他说他这边有煞来护 就是庚啊 这些其实一点都没有 他的八字里面完全没有煞 没有关这些东西 都是被合注的 都被合注的 所以各位 你看一下 下一柱的大运 物质 一旦出来的时候 他所展现的是什么 物质大运 甲木赫乌 当然他止水在家旺嘛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就说 他的财运 会怎样特别弱 而且食伤还受伤 食伤还可以生点财的 结果连食伤都伤 所以他透出来的时候 反而死了难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煞有屁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了 己丑 己丑的时候 甲己一合 天干没有东西 剩下一个日主 利支 只丑一合 剩下一个午火 而且 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 都没有财 什么都没有 所以其实各位 你会知道就是说 其实他走到下两柱财运的时候 其实他的财运反而没有 不会好 当然 你假如严格来比这两柱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破财 这边还没有 当然这一柱的财运会比他好 可是实际上 还是一样 没有财 只是 以感觉来说 我比之前好一点 但是我还很穷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各位 很多人 把术语朗朗上口 什么以煞互财 以煞互财 你也要 你知道吗 最起码你煞也要出来吧 对不对 这个 只要他的庚金有债的话 他确实可以达到以煞互财 走这一柱运的时候一定很好嘛 土生金克甲木 对不对 笔节 笔节把他干掉嘛 他真的就会获得财 问题他不是 他以庚义合以后 庚金怎样 在那边动弹不得 完蛋了 动弹不得 也就怎样 他变成甲木直接来克你的户土 所以 他的一个五行排列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五行排列就出现问题 所以我一般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不要直接拿着术语朗朗上口 什么以煞互财 这个根金根本就没有用 你要互什么财 对不对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到后运了 这两柱搭运 其实 无法 无法 走什么财 等到 后面 他假如可能这个经过以后 他就要头痛了 为什么 他 这大八字到底是要算身强 还是要算身弱 大家又吵的乱七八糟了 对不对 大家又吵的乱七八糟了 所以各位 这个 又是一个我们常常讲的 会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所以 还是一样回归到 我一直常常在强调的 你 回归到五行流通上去做一个判断 去做一个判断 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这个八字不利于走财心 他不利于走财心 因为你看他第一支 他走财心的时候 直丑合 五位合 他只能够走尘土 还有虚土 这两个 可是他的后运 有没有碰到尘土虚土 各位有了 已经是六十几岁后的事了 请问六十几岁以后 他现在才几岁 对不对 六十几岁 直丑 过来银卯尘 各位 他连这一柱都还没进 一 直丑 银卯尘 各位 他当中还有四十年 还有四十年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一个财 其实不不太适合他去走 而且你也会发现到 知道吧 他的食伤还是有点伤的 因为已经没有财了 还食伤还受伤 其实那更不容易走 像业务 销售 经商这一块 更不容易走 来讲的话 这种八字 我们就会比较希望他走的是什么 走官运 他走官运 煞运 其实都不错 这边再来一个更 或者是再来一个心 其实 对于他的官运 都是加分的 地支 走申金 走友金 也一样是对他的官运 都是加分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以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他是属于比较官场的一个八字 他属于比较官场的一个八字 而不利于在财的这个经商的这一块 他去 奔波劳碌 所以这个八字 你一看的时候就会很清楚 他的一个 走的路线 该怎么走 会对他最有利 对他最有利 不是所有人都文武双全 因为 那个都是大家小时候讲的 而实际上等你出社会 你就知道又缺点太明显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跟弱项 没有人是全能的 没有人全能的 这个八字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就是 碰到财 就这一块就不行了 那一种官会对他不错的一种特点 当然他也可以走比肩 走比肩的话 他就走财 就是说他去走 公关 跟人的这一块的工作业务也都可以 但是先决条件绝对 不能够经手钱 因为必定财他就不行 所以他经手钱一定会很糟糕 所以 他就可以用什么 他其实他可以做的就是金 水 木这三种 其实都对他都不错 可是 一般给的用神只会两种 因为金跟木互克 你要就是给他金水 要嘛就是水木 要嘛就是水木 绝对不可能给他金跟木 那两个互克的有什么意思 所以 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再加上他后续的大运 你就会知道 我们不太会建议他走走经商 而是走一般的职场 对他会比较有利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其实来讲就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排列组合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 当事人就是以撒 户财这一种的 古书 当然讲个一两句看似好像懂 其实实际上一点屁用都没有 这就是很多人常会犯的一种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